欢迎收看6月15号的中佳新北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立如 先来看到昨天中永河地区是骤降暴雨 不少道路的雨水下水道是排水不及 淹水是一度来到了30到50公分 几乎是快要到人的小腿高度了 所幸并没有重大的灾情传出来 但是呢新北市议员罗文虫强调 平时无雨就应该要做好防汛的措施 他也会来加强监督 平日上下班车水马龙的大马路 竟然一个小时内变成一条大河流 从网友拍下的影片可以看到 刚下福和桥的汽车全部都涉水而过 让人看得胆战心惊 永河地区许多道路一碰到大雨就淹水 国光路、永征路、永利路等 都成了地方居民最恐怖的噩梦 福和里里长旅场齐表示 雨大到连住家的铁门都被冲坏掉 14号下午3点半的瞬间暴雨 永河排水设施都来不及立刻排完 只能说雨真的下得太大太快 每10分钟约降下18公里的雨量 中永河地区都被列为淹水一级警戒 永河区公所表示 大雨来得快也去得快 许多地方大约4点多就退去 水积的最多的地下道 也在凌晨完成排水工作 新北市议员罗文虫表示 将会持续监督工部门做好防汛措施 我想针对于昨天的这个 很大的这个阵雨 造成永河各地区域 很多的街道都淹水 而且淹水的情形蛮严重的 那我想这个东西同时也显示出来 平常时的输训输航 这一部分的重要性 那么也希望我们也会 尽量请这公所这边来做一些配合 希望在平常时候呢 就可以有效的来清除于水沟 这一部分的一些污泥 杂物之类的东西 那么以防啊 最近的气候变化也相当大 而且现在开始接近暑假了 又是台风季节 那以防将来有类似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避免造成民众财产 这部分的一些损失 热对流旺盛所产生的暴雨 本周都还会有可能发生 提醒民众做好防汛措施 避免发生事故意外或危险 中家新北新闻永河采访报道